大家好,我是Andy老师 今天要和你们分享一个软件,它叫做AMG Scout 这个软件可以让你做亚马逊的产品调查 大家可以知道这产品在整个亚马逊的市场 现在它的竞争率好不好,卖得多好等等 大家记得要跟着我的Facebook,我的IG,还有我的Youtube 我的UserID是Andy Amazon Advocate 如果你们要下载AMG Scout的话 你可以去这网站www.tinyurl.com.fbaamzs 如果你跟着我的链接去下载这个软件的话 你会得到挺好的折扣 我们现在就去亚马逊的网站 例如现在我找了一个关键词就是Lunchbox 可以饭盒 这边就有很多产品 然后当你下载完了AMG Scout的话 你将会在右上角 这里有个AMG Scout的一个icon 你只要点击它一次 AMG Scout的它的视窗就会出现 OK 当它出现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有很多 就是你认真者的数据 我一个一个跟你一起解释 我一个一个跟你一起解释 这里你看得到每个 就是每个竞争者的数据 这里上面 这里写结果 就是说这是第一页 第一页有59个卖家 如果你想一起调查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等等 你可以点击这里 在左下角这里 点击下一页 好 所以这边有59个 然后它会跟你写 也就是平均页销售 这是1832个 因为每一个竞争者 这里每一个竞争者 它都有一个月销售 例如 就这第一个 它的月销售是563个 也就是30天的一个大概估计 563个 所以每一个都有一个数字 这是30天的销售 所以第二名是121 你看第三个是174 然后第四个是506 然后AMG市高将会 把全部加起来 然后除以59个 所以它答案是1832个 另外一个我们看 就是平均排名 每一个竞争者 当然你都知道 它有一个BSR 也就是说排名 你看得到这个排名 它是总排名 而不是负排名 也就是说它是在于 它总目录的排名 而不是负目录的排名 所以这是14,000 然后这21,000 这是21,000 这是47,000 等等 然后全部加起来 除以59 等于12,000 看到这里吗 OK 然后当然也有每个 就是平均价格 平均价格的话 就是说每一个竞争者 它都有一个价格 例如你看 这是15块9毛9 这是14块9毛9 等等 然后全部加起来 除以59 等于它的平均价格 也就是15块9毛 OK 还有 当然如果这些产品是 打广告再提议的话 它就会显示一个SP这里 OK 还有就是它也会显示你的 它的品牌 还有它的那个目录 OK 还有当然那个产品的一个评分 这产品的评分 这产品的评分 对不对 是怎么说 就是 AMC之后的一个AI 给你的一个评分 说这个产品 他们觉得怎么样 OK 觉得好还是坏 OK 然后当然它这里有显示 这就是卖家的数量 OK 例如这是一个卖家 三个卖家 一个卖家 然后这是六个卖家 等等 然后 它有一个BSR30 30天的一个BSR30 这是30天 它的BSR就是它的排名 这30天大概的一个 一个graph 你只要点击它一次 对不对 就看到一个新的一个视窗 OK 大概看到它30天 它的排名 和它的销售 呃 橙色 OK 是销售 排名 是蓝色 OK 可能呢 你不是看得很清楚 OK 就这样等等 所以你可以就是 就是用你滑鼠滑过 然后看一下每一天 它的一个销售啊 排名价格等等 OK 把视窗关掉 然后 它有大概跟你说一下 它这个产品FBA的费用 还有每个月大概可以收入 就是它的销售 加起来每个月大概有多少 它有 就当然它可以跟你说它的那个 评论 它大概有几个评论 也就是评价 啊 还有它是不是EBC OK Ehanced Brand Content 重量也会跟你显示 大家要记得 这个重量不是KG 这重量是Pounds 然后它有没有Oversize 就是它有没有大尺寸 有没有超大尺寸 这个产品 OK 然后 当然它有没有变体 OK 也可以显示出来 还有它上架的日期是几号 所以大家要注意 它的上架日期例如 它放0920 就是说是9月20号 它的月是在前面 然后 卖家 它有分成三种卖家 一种是FBA OK 当然就是我们了 FBA AMZ的话 就是说亚马逊在卖 还有多一种叫做MCH MCH MCH 就是说是第三方卖家 是用自己发货的 OK 就是说自发货 而不是用FBA 也不是亚马逊 所以会有三种卖家 会提前在这里 所以当你们下载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些 这些选择 你可以去点击这里 然后选择选项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要看到的什么东西 都可以在这里选择 好了之后 就按应用 OK 它一个好处就是 例如这产品的话 对不对 你也可以就是 添加到Tracker Tracker它是 一个网上的一个 一个APP 它可以就是 帮你看你的产品 这产品 这30天 它的排名 它的销售 怎么样 这是另外要付费 然后当然 你可以用它的利润计算机 就是ROI Calculator 你点击它之后 对不对 它就会这样一个计算机出来 可以算你的成本 你的运输费用等等 加起来 大概这个产品 你可以赚多少钱 每个月 把它关掉 OK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里 就是你可以在阿里巴巴上面 找这个产品 还是在谷歌里面 找这个产品也可以 当然你要复制 A信 可以点击这里 OK 当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就是 例如可能 这个产品 我们觉得 不是我们要的 OK 例如可能 我现在要找灰色 而且 这是蓝色的 对吗 所以我可能我不要 我可以点击这个 这个红色的一个X 你只要点击这红X 这产品 就会从这个结果 被删掉 OK 例如可能这是粉红色 我不要 就是把它删掉 OK 然后可能 例如你在调查的时候 可能有些产品 你比较想要收起来 例如可能 你看到这个黑色的 你想把它收起来 你只要点击左边这个 新 OK 这Star 然后可能 我也要收集这个 OK 这个也是一个黑色的 我点击收集一个Star 然后过后 对不对 你可以就是 点击这里 在右下角这个Star 对不对 你点击它一次 它就会只是显示 那些你放了新的 产品出现 OK 我们再点击多一次 就可以把它 移除掉 OK 还有 如果你想 例如可能 你就是要一个 可能要把 他们的 那个 月销售 可能从最多 排到最少 你只要点击这里一次 它就会自动的把它 调整好 就是从月销售最多 调到最少 等等 OK 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好处 就是例如 可能你把那些 不对的产品删掉之后 留下 剩下里面 可能有十个 十二个 你只要点击这里 OK CSV 你就可以把它下载成一个 Excel Excel的 就是CSV 然后可以在里面 比较容易的分析 等等 OK 所以它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好东西 例如 你也可以点击这个 Options 这里 它可以就是 可能你要 选现在 在这五十七个产品里面 你要选价格 可能是在 在十到二十块 OK 然后你点击 还是要排名啊 OK 库存啊等等 你都可以点击这些 数据 然后你点击 十到二十之后 点击一次 那些产品只是十到二十块 才会出现 剩下的都会被删 就不会显示出来 OK 就大概这样了 我觉得 AMC Scout 是一个很好的软件 你可以用心的去玩它 去试试看 去摸索 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软件 可以让你找到 你想要找的产品 OK 所以我今天就是示范了 就是怎么用AMC Scout OK 所以大家要记得 如果要下载AMC Scout的话 请到我的这个网站 OK 到我这个网站 就是 tinyurl.com fbaamz amz 所以 fbaamzs 这网站 然后 就可以得到 就是一个特别价格 下载我的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就下载AMC Scout 然后有特别的价格 OK 好 那就谢谢了 改一次有空 我再跟你分享多一点 好 拜拜